各位兩個有演到一個 就是發言黨在反派對戲的時候 很經典的走位 走位啊 你應該知道 我爸爸帶我出來講生理 就是要交這麼好啊 真的不要再說 你這樣一個是沒禮貌 你現在這個行動 就好長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演壞人是有一種 你可以訓練自己很 所以通常都要以一擋百啊 我常常 譬如說五六七八葉子 我一根幾乎solo全部 你不要跟我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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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一直完全認錯 因為一部戲裡面 如果有十個角色 通常會有八個是好人 對 然後會有兩個是壞人 那兩個壞人 今天線如果是繞在這個人壞人 他就好像里長一樣 每一家都要去拜訪 每一條線的壞事都跟我有關係 我記得那時候超UPS 我忙死了 我每天都去找他 我不會幫你甩 我還要來 然後都沒上班 就去別家 罵 我不會幫你甩 我還要來 然後最近別家吵你 我不會幫你甩 我還要來 每天都會甩人家 罵人吵架 而且妳永遠 氣勢不能輸人 對 欺負就要贏 我們心就要跟他抬死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演壞人 是對演員來講 是一個很棒的挑戰 妳不只要把所有 妳認為不合理的 把它合理化之外 還要演到人 觀眾看得都很爽 我覺得就是壞人最高境界 對 所以我現在還是蠻回味的 那妳那時候在演尤美這角色的時候 妳為了這個反派 妳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功課 讓這個角色能夠更壞 還是說讓觀眾更愛上這個壞蛋 好 我覺得蔡尤美那角色是很經典 但是一開始也不是設定是壞的 是沒想到觀眾每天看到我去跟 彈濟飛偷情 收視率就飆高 就開始一直增加這些壞的程度 妳知道嗎 我也是隨著這個角色 開始挑戰我自己的 那種表演的未知 可是後來是真的練到 就是眼神就可以殺人 我不講話 我不相信 來 我現在是怎樣 我是冠長的金 我現在是怎樣 眼神就可以殺人好嗎 其實妳也有這種風力妳知道嗎 我 可莉姊跟慶文姊兩個人眼神 是 都很稀 妳看 妳看 那個現場 現場 妳是看誰 看妳的看誰 中文哥 他們現在演歌很像 去那個什麼 娘要搶有 兩個坐的 沒有人家在店裡有 對不對 為什麼要搶他 他那年輕人 要搶來搶我 比較有經驗嗎 對不對 我在驚不知道我說 妳怎麼搶 為什麼妳要搶白 我跟妳說我還有一顆紅的 來 沒在那邊一段 來 妳兩個是 妳們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戲 是有這樣的 很經典的一個橋段 有啊 有常罵他 來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演李心靈對不對 因為好像我那個角色 後來雖然是壞 可是因為他們看我 去教訓壞人 觀眾也很爽 所以後來我本來是壞人 後來又變成好像好人 所以你們現在記得 那一段的台詞跟劇情 大概知道 大概啦 因為只得了而已 然後阿姐劇場經典重現 5 4 3 2 鏡頭過來好嗎 對 還有人自己Cue 笑死人 已經開始了喔 妳要了解喔 妳也知道我爸爸帶我出來說生理 她的意思就是要交接給我去處理 像妳這種英國寫的老女兒 妳就真的要知道妳的新聞 這台詞喔 妳如果站在旁邊撞肥甲 我撞妳很便宜 不好意思 我不是肥甲 呵呵 妳剛才說什麼 我說妳是本屬 我說妳是肥甲 我說妳是一女今天冷氣的肥 妳說我是一女冷氣的肥 是 這樣妳是誰 哼 我是一個 欸 走位 走位 我是一女 不能讓人這麼緊 全身都是漆的紅尾股 紅尾股 我哼妳的肥甲 妳是在嘻嘻嘻 我 我妳的肥甲 她妳的肥甲 她不要妳的肥甲 妳這個人怎麼這樣 怎麼她的肥甲 腳妳的肥甲 跳起來 欸 你只會拍一集妳的肥甲 剛剛他們兩個演到一個 就是巴掩黨在反派對戲的時候 很經典的走位 走位啊 就是這個人講話講話講話 就往前走 然後這個人就往後走 因為導播一定要在前後嘛 是的 我們在一個鏡頭 可以在兩個人看 然後妳從頭整場戲看下來就 她兩個人不是在忘記 我們沒在看對方的 我們來抽一下那種前後 好 來 紅尾 預備 妳應該知道 我爸爸帶我出來講生理 就是要搞這麼好的 請妳不要再說 她這樣吃還是沒禮貌 什麼意思 阿嬤 為什麼 妳現在是要走在那裡 中好人嗎 妳知道嗎 妳弱掉了喔 她太久沒進棚了 不知道位置怎麼走 不是 我太久沒有演台語了 我過去妳就到我前面了 但妳剛剛的台詞唸得很順 很順啊 其實還是有一點美麗 因為真的太久沒講台語 對 真的 可是那個氣勢有沒有 眼神 走位一定要有這種 秋水有沒有 然後嗆現在說就是要這樣 這是壞人的標準的 那個基本的那個標配 但是我後來發現 因為妳知道 大家手都不知道擺哪裡 所以後來一天 我就發現 我就這樣嘛 結果一回頭 一手怎麼會這樣 一手嗎 怎麼都擦手 然後我就趕快把它放下來 就變得每個人都這個樣子 老王我在錄影的時候也常常會啊 比如說我一上去然後生氣 然後發現 對方也擦起來 想沒兩句就趕快下來好 不然這個鏡頭一咖 兩個人都這樣子很尷尬 我就趕快下來 我有一次也是就是在演 就是跟對方在爭執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插手 我在那邊罵罵罵罵罵 後來 我這樣 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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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到對方 我一注意往下看 他也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我就想說 這樣很好笑耶 你知道 那時候我有一個另外的想法 我想要讓這個角色變得 吵架兩個都很兇 但我想要讓他變可愛一點 我是臨時的 我就突然變這樣子 對方有沒有笑長 這個時候觀眾反而會覺得 你很可愛 對 他有些人吵架就是會這樣子 我小時候從小就是會習慣這樣子 有時候幫角色注入一些可愛的元素 我覺得是會讓觀眾 更感受到這個角色的魅力 三天一個小報應 十天一個大報應 到最後就有一個報應全餐給你 哇 真的 對 我才多 我多到就是舉凡 丟雞蛋 丟菜 洗門風 下跪 嗓巴掌 跳海 滾山坡 公車撞 哇 卡車 太多了 我隨便數都這麼多 所以其實那個報應 有時候那個演壞人的心理數值 要強強到包括這個 你要有很多很危險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影片 有影片 對 對 快點 等一下 要是經過 快點 是不是 那個貨櫃是真的一直往上掉 你怎麼會進去掉 就是大卡車的那個 騎中機的鋼繩 沒有 那個騎中機的鋼繩 你們什麼都沒綁 對 然後後來我是掉在這個 貨櫃旁邊 我就是綁兩條鋼繩 我也一樣 然後下面是完全沒有軟墊 跟任何防護措施 就涉水有地 我會綁你一點 做完蛋給我忘記 你們身上有綁威牙 對 有 後來我也是自己在那邊 我就是一綁萬一嘛 一丁掉了這才得了 這個貨櫃的門口 對 我們就真的在貨櫃的門口 一直演啊 然後 等一下我就會 掉下去 我要把你搞定 什麼 我們是真的在辦公室 沒有去高中 會幹嘛 對 威敏 威敏 誰啊 威敏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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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真的整個人 就是很懸在辦公室 我的腳下面是完全沒有任何 啊 對 唉唷 你真樓高 對 至少超過五次 而且我覺得就是演壞人 你真的要 不怕高 不怕海 不怕水 不怕被車撞 不怕滾山坡 什麼都不能怕 我心想不怕水 還是有什麼心靈